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今天我们先来看一下这两首歌目前的战绩 酷我音乐发布了第十四期新声乐力榜 周森凭借着歌曲和光同城获得了当期的榜首 周森凭借着神仙歌喉演绎最为温暖向上的力量 另外酷我音乐也开启了2020最受欢迎音乐年度评选的活动 设立了最受欢迎华语单曲 最受欢迎华语专辑 最受欢迎综艺单曲 最受欢迎华语合唱 最受欢迎独立音乐一和最受欢迎海外单曲等 五个奖项 周森的歌曲也有参与到其中 我是你的谁 化身孤岛的金河 自由行走的花 目前都有不错的排名 活动截止日期是12月28号中午12点 额闯了另一个榜单 有你音乐榜今日也发布了第五十七的榜单 周森同样凭借歌曲和光同城斩获了人气得分的榜首 而周森另一首游戏推广曲江湖逆之音同样也有不错的成绩 上线13分14秒评论数达到了999加 上线一小时5分评论数达到了9999加 上线8小时5分评论数达到了99999加 周森的歌曲总是能够在人气指数上面 讲获到不错的成绩 首首都是值得循环播放细细品味的歌曲 离开鹅场 我们再看一下网易云音乐 在刚结束的网易云音乐2020年度音乐榜中 周森的成绩斐然 周森获得了2020年度人气艺人和2020年度超级偶像两项的个人大奖 另外歌曲方面 达拉崩巴获得了2020年度人气单曲和2020年度人气综艺单曲两项大奖 而歌曲《自身庸彩》则获得了2020年度人气合作单曲 周森拿到了几乎可以拿到的所有奖项 这样的成绩也是相当的喜人了 最后要说的是2021微博跨年狂欢节 周森目前的思想指数都是名列第一 总成绩也是战略第一位 目前暂时占领了封面 年末了细数过周森的这些成绩之后 你会发现周森的努力绝对是配得上了他的天赋的 努力加天赋成就了如今的周森 希望周森在2020年剩下的这些天能够有更好的成绩了 吃瓜不停娱乐不断 感谢大家关注并非娱乐秀 如果你喜欢我们频道的话 请给出您宝贵的赞 并且记得订阅我们同时 不要忘记了点亮订阅右边的小铃铛 这样你就可以在第一时间收到我们的频道内容了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吧 拜拜